在朝鲜的首都平壤 平壤市民不需要考虑房价 因为他们的住房由国家分配 那么他们住房条件到底怎么样 日前 中心社记者 受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邀请 对平壤市区大学教室的住房 和郊区农民住宅进行了探访 8月9日 记者来到金日成综合大学 副教授金宇玄的家中 主人家非常热情 因为是工作日 家中只有主妇和88岁的老奶奶 客厅的正上方挂有朝鲜前领导人 金日成金正日的画像 厅内的装修颇为讲究 家具 家电齐全 有沙发 电视机 音响 组合柜 角落里还放着一架钢琴 用白色的绣花罩布遮盖着 平壤近期天气炎热 主人家打开了空调 室内非常凉爽 金宇玄的妻子颇为自豪地 向记者介绍自己的房子 这是奶奶的房 这套房子住着四口人 金宇玄与妻子 母亲 和刚刚出嫁的女儿住在一起 房子有240多平米 午室一厅 包括三间卧室 一间书房和一间衣帽间 主卧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在主人家女儿的房间 桌子上面摆放着结婚照片 新娘穿朝鲜传统服装 新郎穿白色衬衫 打领带 配黑色西装外套 一部智能手机正在充电 书桌上有电脑和书籍 主人家告诉记者 房子里的所有家具 都是国家赠送的 拿着钥匙就可以入住 这栋楼有240平米和 250平米两种面积 无论是年轻教师还是郑教授 房子都是差不多大 据朝方人士介绍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倡议为今日成综合大学的 教师盖房 最早的两栋楼 于2013年完工 约有300户教师入住 后来又在旁边 陆续盖了几栋 目前该校所有的教师 都住了进去 在平壤近郊 为市民供给蔬菜的 长泉蔬菜专业合作农场里 排列着成片整齐的小楼 陪同的朝方人士表示 这些都是当地农民的住宅 记者来到其中的一个小区 这里坐落着一栋栋 蓝色屋顶的瓦房 房顶上安放着太阳能热水器 房前屋后种植有蔬菜 地上摆着收获的玉米 在郑哲家中 记者看到 进门的玄关停放着一辆自行车 在里屋 电视机里正播放着朝鲜的歌唱节目 地上铺有木地板 桌上放着电话 这家主人今年59岁 在农场机械作业班修理设备 一个儿子在外当兵 他与妻子和另一个儿子 住在这栋75平米的平房里 有两间卧室 外面还有库房 据介绍 这个农场有420多户农民 原来的房子被拆掉重建 2015年6月 农民们搬进了新家 回忆起刚刚搬进新居时候的场景 郑哲仍然非常兴奋 主人告诉记者 新家里的家具 家电 包括太阳能热水器 都是由国家提供 完全免费 房子里有太阳能和国家电网 两种供电方式 白天干完农活 一回到家就能洗个热水澡 他说 一点都不羡慕城里人 据介绍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曾经两次到 长泉蔬菜专业合作农场视察 在农场的托儿所 大门的横额上 写着 感谢敬爱的金正恩将军 不要这双双 监 assured 感谢敬爱的金正恩 ク 我们 愿